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很热闹啊 全美有多个大城市爆发了反川普的游行示威 在华盛顿有几十万人上街 其实在加拿大的温哥华多伦多也有啊 就有朋友说说这个左派的老中青三代都集体动员了 其实呢反川普的人当中啊还真的不全是左派 传统的共和党支持者里面啊 有一部分人也不喜欢川普 另外像非法移民和他们的关系人 呃女权团体 还有奥巴马健保法案的受益人 他们当中相当多的人都不喜欢川普 所以反川普的未必全是左派 但是呢左派里面不喜欢川普的 确实是一个大概率的事实啊 就是他们当中大部分人不喜欢川普 所以我们今天就说一说 这个西方的左派是怎么来的 但首先要说一下啊 这个政治左和文艺左还有所不同 我们在讲政治和经济上的左派右派之分 它的关键是公权力 在社会关系当中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那左派呢是认为啊 这个公权力啊 它显然应该在整个社会活动当中扮演更积极 同时也发挥更大作用 扮演这样的角色 西方左派有一个共识 那就是说政府在整个社会财富的再分配过程中 它要发挥主导作用 就是通过税收这个杠杆啊 然后征富人的税 取有余裕补不足 然后再办社会福利 缩小贫富差距 那这个是一个西方左派的共识了 当然我们说这个公权力啊 你可以说是 行会啊 工会 什么协会 它都可以算一级公权力 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呢 也就是指的是政府 那么更进一步的 有一些左派人士认为啊 这个不仅在社会财富的分配过程中 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 在这个财富的创造过程中 在生产阶段 政府也要发挥更大的作用 所以他们主张政府主导投资 制定更积极的货币金融政策 那么再进一步呢 就还有人认为 那就是说政府还要发挥更大的作用 那很多关键行业应该由国家垄断 应该政府制定国民经济计划 所以像计划经济啊 福利型社会啊 都是他们所提出的主张 当然走到计划经济这一步呢 就是咱们中国人比较熟悉的社会主义了 所以社会主义 它是整个左派 就是政治左派光谱里面呢 比较激进的一小部分人 而共产主义呢 又是社会主义里面的激进的一小作 所以说这个共产主义 它是激进之激进 一小作之一小作 那是这么一个状况 文艺左呢 跟政治左就有 还有个挺有意思的反差 就是政治左派啊 它是主张有一个外在的权威的 可是这个文艺左呢 它是恰恰相反 它是反对有外在的权威 束缚人的欲望和思想的 所以文艺上的左派 他们经常把传统道德呀 作为一个攻击的目标 认为这个东西是压抑人的欲望和自由思想的 他们所鼓吹的是人性的解放和自由嘛 所以他就老把传统道德当成一个攻击的目标 认为是一个需要加以突破的东西 而这个右派呢 政治上的右派 它和左派刚刚相反 它是不赞成政府去干预 自发形成的这个社会协作关系的 他认为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啊 你最好就不要发挥作用 你要发挥作用呢 也只做一些最低限度有必要的事 比如去制定和维护规则 是吧 更主要的是要靠市场 这只看不见的时候起作用 也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反差 就是这个政治经济上的右派 他虽然在社会关系上主张充分竞争 推崇个人主义 但是在私生活领域呢 他往往还比较保守 他是传统的生活方式和道德教条的坚守者 捍卫者 这也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反差 好 那么我们就现在分析一下这个左派到底是怎么来的啊 思想渊源上啊 这西方所有的政治思想都可以在古希腊哲学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那里找到它的根源 当然我们就不用扯那么远了 我们说的是进入近代社会工业文明以后 这个政治和思想上的左派是怎么来的 其实工业化这个东西呢 它是人类文明竞争中的一个大事 但它只是一个壳 它是一个技术进步所驱动的社会运动 它这个身体里所流淌的血液 它的灵魂其实是另外一个东西 叫做资本主义 好 那什么叫资本主义呢 这个说起来就比较枯燥一点 因为按照教科书的解释啊 就是它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和雇佣关系为基础的 以追求利润为目标的人类社会协作方式 说的简单一点 就是说这个资本主义 它和人类社会以前的社会组织形态 有什么根本的不同呢 其实也不复杂 最大的不同就在于生产目的的不同 以前在古代一个家庭主妇 他支布的目的是啥呢 很简单就是给自己给家里人做衣服 如果有剩的布呢 他再拿到市集上去卖 是吧 可是资本主义不是这样 资本主义它支布的目的啊 就是为了交易 生产的目的就是为了交易 就是为了拿去卖 它没有别的目的 不是自己使用的 那家庭主妇现在变成了纺织厂的女工了 那你要为自己家里的人置办衣服怎么办呢 那就得是你支出的布 这个厂里面生产出来的布 在市场上卖掉了 然后是这个工厂能够给你发工资 然后你再到别人家去买衣服 那它是必须经过这么一个循环 这么一个协作关系 最后你才能够得到你想要的那个衣服 而不是靠你自己的手去完成的 你说你现在是纺织女工 你把工厂里的布拿一些回去给家人做衣服 对不起这个不行 所以这个根本差别就在于生产目的的不同 所以整个人类社会就变成一个 以交易为目的的环环相扣的这么一种协作方式 好 这个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了 然后大量的人口离开农村进入城市 由电农自耕农变成了雇佣工人 这个就是近代左派思想的开端 这个大批人口进入城市以后 直接带来的后果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普通的劳动者 他们的生活品质 你不要以为这个是文明进入更高阶段了 进入资本主义了 普通人的生活品质会提高 错了 恰恰相反 普通人的生活品质不仅没有提高 而且比起封建时代来讲是大大降低了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的这个政府啊 他没有现代政府这样的行政效率 同时他没有什么公共服务的概念 那么大量人口涌入城市 但是呢 城市的设施没有相应的改善 他也没有什么住宅标准 卫生标准那些东西 所以在这个劳动者聚居的这个贫民窟里面 生活非常拥挤 生活品质 卫生条件非常的恶劣 这个老鼠苍蝇滋生 疾病流行 那个时候政府呢 因为他没有现在这个税收体制 他也没有财力去改善公共设施 所以这个普通劳动者的生活品质是大大降低了 第二个后果 就是虽然社会财富总量急剧增加了 这个增加是几何级数的 因为机器大生产嘛 它和原来的手工作坊不一样 社会财富总量虽然大量增加 但是贫富差距却非常可怕的扩大了 真的是猪门酒肉臭 路有洞死骨啊 这种贫富差距是人类社会从来没有看到过的 这种不平等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见到过的 它之所以触目惊心 不仅仅是因为它程度很严重 而且它来的太快而且是赤裸裸的呈现在人们眼前 啥叫赤裸裸呢 那就是没有遮掩吧 它没有任何温存默默的面纱去掩盖它 就是说我作为一个穷人 我对富人所存在的唯一感情 就是我们两个人这个境遇的天渊之别所产生的愤怒 除了这个之外 我和你之间没有任何情感的纽带 那有人会说封建时代的贫富差距难道不大吗 贵族老爷住城堡 农民住这个茅草屋 这个贫富差距也很大吗 对可是这样的差距 它是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逐渐形成的 人们有一个接受的过程 贵族啊 封建贵族它的财富是来自于土地 而土地呢它只是人们生存和生产所必要的一个条件 它不是资本的 在那个时代它不是资本 基本上也很少能被买卖 它也不能够自由流动是吧 所以古代贵族它积累财富 要需要若干代人的时间呢 它速度很慢 咱们中国人讲适缓则员嘛 它经过若干代人形成这个差距 人们就容易接受 而且呢还有个历史认同的问题 就是贵族啊 它是古代欧洲叫做right of birth 就是出生权 它有个血脉的延续 它有高贵的血统 它有门阀的来历继承关系 它祖辈上有功绩于国家 所以老百姓呢 这情感上也买账 也能接受 可现在情况不一样 你资本家就是个爆发户嘛 是不是 你没有什么家门渊源 你没有什么高贵的血统 十年以前你还还留着鼻涕跟我一样在街上混呢 是不是 你不仅没有什么门法的源源血统 而且你也没什么可以称道的德行 说不定你为了聚敛财富还干了很多缺德的事 那凭什么你夜夜升歌 酒池肉林 我食不果腹呢 是吧 那我当然就愤怒了 而且资本主义嘛 它打破了原来的这个社会组织形式 以前人们都是一亩三分地儿被拴在土地上 向自己的领主效忠的 现在呢 就是把这个社会纽带割裂了 所有人都到城市里来给打工 来讨生活 那么他切断了原有社会的大部分纽带 在封建制度之下 大家不要以为领主 贵族老爷 对农民就是个剥削的关系 不是这样的 领主当然他对这个农民来讲 农民对是他的附庸 对他有人身衣服关系 但他有温情默默的一面 就是贵族老爷 我除了征你的税之外 我还要保护你 保护我附庸的人身安全 而且他还要提供很多公共服务产品 是吧 比如说调解矛盾 还有济贫浮困 他要做这些事情 可是你资本家做这些事情吗 他当然不做了 因为资本主义 他把人际关系简化为一种交易关系 我给你一天的工资 你就给我干一天的活 就是这么个交易关系 咱俩之间没别的事 我不需要你了 我就把你开掉 把你解雇了 我不对你承担有任何别的责任 你说你没工作了 家里还有嗷嗷待哺的婴儿 对不起这个他不管 你说你没工作了 你家里有生病的父母 有老人要赡养 对不起这个他也不管 所以我们看这个悲惨世界里面 那个女主角方廷 是不是 他由于有个私生语 Cosette 后来这个事情被揭露出来了 这个被工厂开除了 开除以后 他马上就没经济来源了 你说他要养育他的小女儿 那谁管呢 资本家不会管这个事情的 他就只好去卖掉自己的头发 剪掉长发 拔掉自己的牙 甚至沦落封城做妓女 这些事情都是真实的 那为什么悲惨世界那部小说 能够激起那么强烈的功名 他所揭露的就是赤裸裸的社会现实 好 那咱们现在社会 这些资本家老板管这些事 他也不管了 当然也不管 但是有人管 谁管呢 国家管 那国家就承担起这个责任 他通过福利政策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这就是左派们一百多年不懈努力的一个结果 因为资本主义这种赤裸裸的贫富分化 激起了当时很多这个知识分子的大声疾呼啊 就说我们这个世界怎么可以变成这个样子呢 同样都是上帝的子民 怎么可以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痛苦这么漠视 同样是上帝的子民 你怎么可以让一部分人生活的这么绝望 这么没有尊严呢 所以当时那个社会情况啊 真的就是歌剧《悲惨世界》里面歌词所唱出来的那样 看看人间的苦难 可听见人民在呐喊 才不愿忍受剥削 人们将这世道来推翻 让你良心的碰撞 敲得那颤鼓声声响 让我们勇勇敢去迎来兴盛数光 所以近代的政治左派 它实际上是出自于人道主义的情怀 因为资本主义它割裂了人际关系的纽带 然后把人与人之间关系简化为一种交易关系 而这些左派们呢是想修复这些纽带 让人们在陷入痛苦的时候 陷入困境的时候 不仅能够得到物质上的帮助 而且也能得到情感上的辅助 这是出于人类本能的一种伟大的同情心 其实咱们中国古代也有大同世界这个说法 是吧 李运篇里面讲过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选贤与能讲善修目 最后它要达到的是什么目标呢 是要老有所忠 壮有所用 幼有所长 观寡孤独废极者皆有所养 所以你看这个不就是现代欧洲的福利社会所达到的目标吗 人家已经实现了 最起码在这个层面上 它已经实现了中国古人所讲的大同社会了 好 那么其后发生的事情 大家就都知道了 就是欧洲虽然一直被革命被暴乱所困扰的 但是呢这个资本主义自己也在改良 通过征富人的税 然后开办社会福利 然后照顾弱势群体 然后一步步走到了今天 那么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 那我们就讲讲刚刚过去的这一百年 二十世纪左派有一个非常大的发展 可以说二十世纪的前半叶前五十年 新闻界文艺界社会科学界 那基本上有影响力的都是左派 那是因为在二十世纪的头三十年啊 人类经历了两次大浩劫大苦难 第一次是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有一千多万人战死在沙场上 人类从来没有在一场战争中流过这么多血 而且由于摄影和电影技术的成熟啊 这种残酷的场面赤裸裸的展现在全世界人的眼前 那给当时的这一代人以非常深刻的刺激 第二个灾难就是大萧条 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一个大范围的 这么深测的经济危机 而且在没有天灾的情况下发生的 如此多的人在这么短时间内就陷入了贫穷和绝望 正因为没有天灾嘛 所以你不能把这个事情归咎于老天爷 归咎于别的原因 那你就只能认为是人祸 就去批判这个社会制度 所以呢 这两场大灾难是把资本主义的 它的缺陷或者它的罪恶 充分的暴露在人们的面前 所有有独立思想的 有独立见解的人都会去批判这个制度 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时期啊 就是二十世纪的头三十年 那时期 你看所有文艺界啊 艺术界出现的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 在西方全都是左派 你像罗曼罗兰 海明威 聂鲁达 还有毕加索这些人 你数的出来了 全都是左派 当然我认为啊 资本主义这个东西 如果我们人类历史能够走进未来 进入一个更高的文明形态 对待资本主义 确实是要不断的去反思和批判它的 它的公罪和是非 那要不断的反思总结 当然共产主义 共产党这个东西更要反思和批判 但这里讲的是资本主义嘛 特别是这个对于金融业这个东西啊 我也很有看法 因为它把人类的物质欲望无限的放大 使得这个金钱拜物教成为 整个人类社会的一种支配性的意识形态 它把人际关系简化成了一种金钱关系 使得我们人类情感和思想世界的这种丰富性啊 受到很大的损失 其实它是起到了相当负面的作用 就是人离神性离内心的宁静和满足 越来越远了 那么我想未来可能人们还会不断的去反思这个问题 但是呢 期待激进的改变导致了共产党的上台 它所制造的灾难 共产党在这几十年制造的灾难 又远远超过了过去一百多年资本主义 制造灾难的总和 因为共产主义嘛 它一方面是去批判资本主义的罪恶 另一方面呢 又给绝望中的人去描绘了一副 现世中的天堂这样的美景 它激发了人性当中急于求成这种缺陷 它鼓吹暴力是改变现状的一个最快最有效的途径 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造成了差不多五千万人的死亡 在中国更加造成了八千万人的死亡 是人类有史以来所经历的最为严重的浩劫 它所带来的伤害又远远的超过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 那么二战以后 后来又由于这个左派的疾呼吧 在欧洲社会福利体系 就欧美社会福利体系不断健全 也有公费医疗了 这个失业保障 各种层面的社会保障更加健全了 但是它又带来了种种的 由于福利普及所引发的问题 所以呢 再加上这个共产主义的失败所制造的灾难 右派和保守主义又逐渐的盈灰的人心 说到这儿呢 人性中的有一种非常矛盾的现象 就是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潜力能够最大程度的发挥 个人梦想能最大程度的实现 这个结果就意味着你比别人更加优越 对吧 可是在人群中 一旦这样的人出现了 别人又会觉得不安 大家又会觉得这个心理不安 希望呢把你往回拉一拉 相对的达到一个结果上的公平 这就是一个矛盾的现象 又希望自己比别人优越 看到别人优越了呢 又希望大家能够结果上公平 右派主要强调的是大家机会上的公平 起点上的公平 而左派较多的强调的是结果上的公平 就是君贫富最后那个结果的公平 在这个矛盾的角力当中 你如果往个人自由那边延伸的越多 那也就是朝向右派的光谱走 往这个方向走的越远就越右 往这个结果公平这个方向延伸呢 就是左派的光谱 你走的越远那你就是越左 其实这么说起来呀 左右的分歧 它也都是出自于人性 刚才讲的那个矛盾 所以彼此真的不要把对方都妖默化 就是看你往哪个方向偏向的更多 但是西方讲的左派右派 它虽然有诸多的分歧 但是在人权这个立场上 它是有共识的 这个和我们讲的中国的那个左右之争 还不一样啊 所以今天就先不讨论中国那个情况 那么这种左右的分歧能不能解决 那就要看人类文明能不能啊 未来进入一个更高的阶段 那我想这是需要更大的智慧的 那么这就下个月 我试试下来